起馬也第一次看前面不是看地上 第一次起馬 有許多學員身體張硬的不知所措 而在國家級教練的指示下 學員們才逐漸的放鬆身體進入狀況 沒過多久就能掌握到 大匹馬兒的律動跟節奏 第一次 對 覺得很好玩 對 第一你沒有碰過 對啊就很新鮮 還是可以來試試看 還蠻多人可以來試試看的 對 按照教練的指示就覺得 對 其實還蠻安全的 對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教練都還蠻有技術的 他不會真正放馬那裡去跑 對 後來越跑越快就很緊張 然後我本來叫教練放慢速度 結果他一直說快快快 所以手很痛 就只是怕摔下來而已 怎樣克服他 我就是照教練他說什麼做什麼就好了 為了推廣馬數運動 台中市觀光旅遊局跟舊國團 在每一年的寒暑假期間 定期舉辦兩天一夜的 馬數體驗營活動 而主辦單位表示 馬數運動不僅僅只有在體能跟技巧下下功夫 更需要學圓的細心照料跟陪伴 才能跟細膩敏感的大馬培養出默契 來 給他拍一拍 不要怕 拍一拍 人跟馬互動的過程中 他學到了一種尊重 跟互相理解 然後不可能馬來理解人 一定是我們人來透過身體的接觸 透過手 透過聲音來跟馬互動 所以今天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從昨天開始就要教我們同學們 馬匹的一種行為 然後我們人怎麼樣去跟他互動 所以我認為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在這兩天他們學的是一個 一個正確的基本的動作 那未來他會有興趣 他可以繼續在一個正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我們為了讓這個馬數運動 在向下雜根 因此我們就跟這個救火團來結合 來辦理這個兩馬這個夏令營 讓小朋友也能夠體驗一下這個馬數的一個活動 那因為這個馬數運動在國內呢 算是一個比較不普遍 而且他的他的消費算是比較比較昂貴的 那配合政府這個一個因為是公辦的 所以我們就以最最便宜 然後最優惠的方式呢 來提供給小朋友做這樣的一個體驗 主辦單位表示 透過多位國家級教練指導 先讓參加的學員了解到馬匹的基本習性 再從基礎的馬數騎乘訓練 上下馬等循序漸進的來指導騎馬的技巧 而在課程結束測驗合格之後 還會頒發技術證證證書 一步步帶著這群學童成為真正的小騎士 只有王璇璇台語中才放不到 好 中文字幕——YK